大家好,我是Hidy 上次大家都很踊躍想知道我怎樣做糖心蛋 我今天就示範一下這個簡單 超容易小學生程度的糖心蛋是怎樣做的 今次用到的材料超級簡單 第一件是萬字醬油 我是買最普通的那一隻 這是日本的味淋 Meline 是日本的料理酒 可以令菜式帶點甜味 當然不少就是日本雞蛋 整個做法都非常簡單 水和萬字醬油和味淋的比例是3比1比1 拌好之後就可以開火煮 煮至滾了就可以關火 然後把它倒進器皿 放至室溫為止 洗好鍋後用同一個鍋放水 然後煮滾 然後到它滾的時候 我們就加一碗冷水 總之令它不滾就可以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加雞蛋下去了 記得用殼慢慢塗下去 放好雞蛋之後就可以開始計時5分鐘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準備一碗冰水 加一些冰然後加一些冷水 等到時間夠了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殼 一隻雞蛋倒進冰水 令它快速冷卻 不要再煮了 等雞蛋變了冷 不再熱的時候就可以剝殼 其實你剝的時候 就已經感覺到它是軟綿綿的 把它們放進剛才的湯裡 然後放進冰箱裡 一晚 浸了一晚之後 已經變了一個很深的顏色了 我們現在切掉它 看看它是否有糖心 我感覺到裡面很軟熟 好棒啊 一個超級容易煮的糖心蛋 這樣就完成了 看起來是不是很好吃 很想吃呢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我這次小學程度煮糖心蛋的教學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